同樣也是電影的消息 剛剛落幕的《坎承銀展》今年競爭非常激烈 最後由土耳其電影《冬日復蘇》 拿下最佳影片金棕旅獎 而日本導演何賴直美的作品《第二扇窗》 透過日本小島上兩個避臨而居的家庭 講有關生與死 人與自然間的動人故事 雖然沒有拿下獎項 但是也非常好看 土耳其導演努瑞貝奇希蘭 5月24號以新作《冬日復蘇》 榮獲第67屆坎承銀展最佳影店金棕旅獎 跟在知名電影網IMDB中獲得9.9分的完美成績 這部作品描繪當地的一位酒店老闆 企圖利用自己的權力干預整個村落的居民 引發眾怒 卻連她的婚姻也出現危機 1996年 土耳其導演德維斯·眨英 以零預算在伊斯坦堡大街上搶拍 完成首部長片《棺材裡翻驚斗》 探討都更議題 開創土耳其電影的新浪潮 從此政治議題成為土耳其電影的主要題材 演何賴之美的作品描寫一個十四歲的男孩 在海上發現了一具浮屍 於是找來女友一同解開神秘的枷鎖 渺小的人類沉浸在大海中 凸顯大自然的力量以及生死的無償 從政治議題到環境生態 這些導演用鏡頭記錄當代社會 並提出最深刻的反思 別鎖了 平之 上